姐姐这番打扮 你不会真的要跟骆大人成亲吗 他身边已经有了更合适的人 这是我和他之间最好的缺步 寒夜比我想象中的要固执许多 太子殿下怎么不知道着急呢 太迟了 如今一切都已成定局 寒夜若是见不到今天的这副模样 怕这要后悔一辈子了 如今轮到我来返门殿下 您真的甘心吗 姐姐因你失踪 一叶白了头发 温叔一直希望你 随心地活一次 回去吧 花期已过 你的眼睛看得见 可以去看遍大景的万里山河 陪我在这里看枯树残影 可惜了 你又可曾问过我 我想要的是什么 这是天下刚刚干戈止息 时局正乱 我护住你 你想好了吗 嗯 想好了 殿下 半个月后 地大人和洛大人 就要举行大婚了 不杀了棱北再回京南 我们定对不住安宁 还有灵牢的财神 是 我要让他永世不得解脱 胜不如死 这棱北 战败被贬 向来是恨起了你我 因此在哪儿行程 那明日你同我走一走 是 从今以后 他若留在京城 我与他便是君臣 他若不留 我与他便是君 所以明明是生灵 他却要当作是死别 我这双眼 也不能做大景主君 以前的事 过去就过去吧 他的眼睛 质不质得好 就看一位药营有没有 盛开的长丝花 这花 定会开吧 我再重此花的问题 就是希望紫园开心 如果它 能让海爷的眼睛重见光明 我相信紫园会更开心 穿过去却是天忆 也是这花最好的归宿 我弟子愿 甘愿俯首称臣 我弟家 从来就不曾给予那个位置 千算万算 毒毒没有算到 你会如此自私多疑 以致君臣相继 你回去看看命 墨绿铁剑 答案自在剑中 原来当年我看到的圣旨 不是用来费力过去 还是先听 为了保护皇位呢 秦南山一役之后 我才知道 我是这样的安心 除却为地下翻案 我还想能与你在一起 可是汉叶 原来你 从来都未曾想过 在活着与我相见 紫园 佛双公主 麻烦你答应我一件事 好 请你不要把我活着的事情 传过去 我要让冷北知道 帝家军在清南城等他 既然弟子园自己选择了 那我便成全 让他死无权势 太子 寒夜在此恭候诸位多时 殿下以自身性命 将我等困在这清南山顶 弟子园一条性命 当着您如此 今日我若是死在清南山 即便你们杀了子园 对于陛下而言又有何用 既然杀不了弟子园 那就杀一个大惊太子 也不枉此行 眼下住手在这清南山的 只是我寒夜的部下 但今日 仅凭我的兵力 就已足够为安宁复仇 太子殿下坐镇清南山山顶 指挥全军 血性引我来此 也在他计划之内 我是寒家的太子 寒家的错我来认 上 寒家的罪 上 我来输 这些伏兵 原本是为弟子园准备的 不是紫园遭受这些人便好了 不是紫园遭受这些人便好了 你怎会轻易中心 凌备此计 算的是人心 你清醒的不是凌备 你清醒的是安宁 我这条狗圆三船的命 死不作息 为安宁报仇 平息咒咒 请殿下赐我一丝 这次 我也保不了你了 当时我一路拼杀之子 可是直到最后一刻 我都没能替安宁复仇 我要集结帝家军 我要反攻北秦 杀了龙北 给安宁报仇 第三次来到这秦南城 是来给你告别 这余生 我都不想再踏进 这座山周围一步 各位帝家军的将士们 这片疆土 是由我们的先辈和同袍 拼死守护下来的 让我们一起夺回 被北秦侵占的大晋城池 还大晋子民一个安平盛世 也好真正能告慰这些将士 在天之礼 夺回城池 不 不好 是吊虎林仙 此一战 我将身仙士族 以身为耳 因北秦军入梦 傍慢过来 请人情深水 安宁将军 战死 若明熙 你简直胆大妄为 无法无天 我大晋的元君 竟成了你的心死之物 出死 若明熙 告为安宁将军 在天之灵 出死 若明熙 太子殿下 眼下这是诱人之气 如果现在杀了若明熙 那谁来作证后方出谋划策 给若明熙一次机会 让他将功补过 什么样的功劳 可以挽回安宁的死 你该清楚他犯下了何等大错 眼下请示 斩杀若明熙才能镇住军心 我绝对不会让韩爷杀了你 我知道若明熙违逆军令 视为死罪 我会用自己的命快为其难成 也请你让若明熙一命 太子韩爷将亲自挂帅 出征西北 太子韩爷将亲自挂帅 猜到了 此次一战 我既是卫国 也是卫家 大京是你的故土 为何要背叛家国 将军 冷护卫说您出染时急 须闭门静养 大京太子韩爷已经抵达军县城 弟子园也将在不日抵达西北 这青南城本就地势险军 一手难攻 眼下 弟子园的靖南军 作为先锋逼迹 一定不能让弟子园到达边境 是 今晚谁不喝 谁就是小狗 舍命 裴君子 干 干 来 我 到时候开满边缘的长寺花 可比殿下那日送的花灯要大手笔多了 子韩 等静南的长寺花开了 你会写信告诉我吗 着火了 着火了 四方管走水 未能及时救出磨双公主 北情想要 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 莫双公主的死 就是发动战争最好的借口 站住 京城来信 发生何事 要打仗了 原来真的是作戏 我们和古云年 彼此算计的时候 倒是成了他眼里的 堂牢和缠 你到底因何缘故当结杀了左相 难道连我你都不愿说吗 生在皇家有诸托无难 万事并非尽力 便能入院 方间还传闻 说太子 手刃左相 与地下有关 我听说 朝堂之上 想要弹劾太子的人 并不在少数 背后一定有人在怂恿 或许死人 才是藏身暗处 可借左相花里的年堂 八万英魂荣归京城 子元 今后你有何打算 此官 回庆南 可你看着韩氏天下 腐败不堪民不聊生 你就真的放心 把天下交给韩家 相爷 都已经准备好了 那就动手吧 省得夜长梦多 下落在西北城 值得帝家救部 纷纷收到传绣 说帝大人 早已没花内卫的刺杀 看来这刺杀的罪王之意 在于山洞利用帝家救部 看来帝小姐想要回境 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他身为帝家的后人 他们就不该回去 请太子殿下帝大人启程 接八万帝家军英魂回京 我曾无数次设想 若你我还能回到从前 当安乐成为弟子园之时 你我之间就回不到过去了 您心里明明是记挂这安乐姐的 都淋湿了 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和好如初呢 布置得这么舒适的马车 又是暖锣又是毛毯 殿下 这不是为我准备的吧 快遍天了 他们应该会需要 来 算了 布大人心细如发 准备的也该比我周全 殿下让我来 是为了能给安乐姐送东西来 你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 真相还未昭告于天下 你我之间 就不必谈情谊了吧 十年前的旧案 即便是翻了过来 那也改变不了 戴山上的人 不是让安乐的事实 我要让这把火烧得更大 好一个第二个传奇 这些人都是生命狂 在此出现正是太后皇师第二人 去林乡楼找洛明夕吧 是时候安排下一步起了 今日之内 立家之事必须得有个了解 洛明夕 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臣 怨灵死罪 他为了抛下紫围 请一个人靠下了紫围 你先出事了 大仇已报 了却心事 可是我却不知该何去何从 任大人也是 我终究童你有几分情 怎么能跳这一天呢 他如今是弟子缘 孙语君 你手上沾满了我弟家人的鲜血 我是个善恶分明 有仇必报的人 为了我的儿子 我至死不悔 我至死不悔 从这几日之后 我们互不相亲了 但往日的情谊 也到此为止了 陛下 任安乐 确实弟子缘 报应啊 最臣先走一步 古云年已死 不管他是故意屠杀帝家军 还是无意 都已经无法做出判断 帝家 无罪 请陛下还天下一个公道 请陛下还天下一个公道 犯了 犯了 请陛下 给天下一个说法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刴 op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